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 是一千五百多万名阿萨姆羽族人口的家乡 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 是来自茶叶的种植跟石油的开采 尽管缺乏工业生产 但是当地拥有大量金鱼制作手工艺的工艺师 手工艺品向来就是当地偏远部落 跟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阿萨姆羽族拥有悠久的手工艺品制作的历史 早在十五世纪就掌握以手工打造大炮炮管的技术 但是由于面对现代化量产化的产品的竞争 当地民间组织强调 必须要加强手工艺品的行销工作 来保障工艺师的生存 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乔尔哈特镇 每年这里都会举行手工艺展烧会 是邻近地区的工艺师推烧作品的重要管道 这些印度女性习惯裹在身上的沙粒卷布 全是纯手工制作 在南亚这些传统夸朵图案 从来不成退流行 除了沙粒卷布之外 现场吸巾的还包括这些珠宝挂师配件 金属手镯 项链以及成衣 主办单位表示 在阿萨姆邦由于工艺师平日 大多逗留在部落和农村之中 因此有需要定期举办这样的展烧活动 希望可以吸引城镇地区消费者的注意 当地手工业咬着夭酒的历史 产品相当多元 除了服饰之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工具器材 食品以及家居装饰品 这一场展烧会的主办单位 是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 主办单位表示 手工艺品是当地部落和农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阿萨姆邦人口大约三千一百多万 其中阿萨姆与族人口大约占五成 在历史上阿萨姆邦的手工业 特别是金属冶炼技术发展成熟 让当地得以早在十五世纪 就拥有以手工制作大炮炮管的技术 不过由于面对大量生产的廉价产品竞争 导致阿萨姆族人的手工业也遭遇冲击 记者抽得真编译